柳丁产期是每年11月到隔年1月 所以冬天吃柳丁正是时候 不论果皮、果肉、籽都可以吃 而且富含维他命C、膳食纤维 因此也被称为疗集加果 柳丁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A、B、C、0即苹果酸等 口感香甜多汁、甜度高 是十分受欢迎的柑橘类水果 营养师高明明在脸书分享 一颗小小的柳丁富含许多营养 维他命C可以增强抵抗力 膳食纤维有助改善便秘、降低胆固醇 生物类黄头可强化血管健康 并活化大脑、提升记忆力 多种植化素帮助身体抗发炎、清除自由基 虽然有研究指出 一天一杯柳橙汁可以降低失质风险 不过柳丁含钾量与含糖量偏高 高明明建议 榨橙汁容易流失纤维及摄取过量 直接吃更健康 挑选柳丁找果实成球形或椭圆形 用手倾握有弹性者最佳 有带低头的柳丁代表新鲜 柳丁颜色转黄代表成熟 果皮要完整饱满、不软烂 有光泽或是果粉最佳 重量越重代表水分含量足 通常甜度也比较高 柑橘类果皮已经具有隔绝空气与细菌的作用 如果没有马上吃 先不要用水洗 常温下只要打开纸箱 让纸盒通风保存就好 柳丁虽然很多营养 但也不能一次吃太多 饭前或空腹时食用 容易对胃产生不良影响 一次吃过量柳丁会产生恶心呕吐的症状 健康成人一天吃两颗刚刚好 肾脏功能差着 一天最多食用一颗 糖尿病患者不要饮用瓶装柳丁原汁 血糖才不会超标 服用降血压药物时搭配柑橘类水果 药物在血中的浓度会上升数倍 因而会出现明显的药物过量副作用 因此建议别将柳丁和降血压药物一起吃 吃药前请先咨询医师 以免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